买车是人生中难以规避的一件事情 但大家都知道 CS店销售各个都是老挪深算 想拿到底价并不容易 砍价前需要提前准备什么 砍价中会遇到哪些问题 以及如何解决 为了给大家解脱 我们这期视频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去梳理 如何从CS店销售中拿到底价 并将其做成视频 以及万字PDF知识手册 感兴趣的可以去查看评论区置顶名取 之前的万字CS店扣车指南也会发放给大家 这些是真的很累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个帮助的话 请务必关注三连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好 废话少说 我们直接开始 先说一个比较反常识的事情 就是卖车对于CS店来说已经不挣钱了 国内最大的汽车经销商第一的广汇汽车 2022年财报中就可以看到 虽然整车销售达到了惊人的1000多个亿 但实际卖车的利润只有0.44%不到 也就是说利润只有5.11亿 而维修服务和佣金代理的收入虽然没有那么亮眼 但是他的利润率一个达到了31.7% 另一个达到了惊人的76% 他俩的利润远超卖车 所以现阶段砍价的重心其实应该改变了 我认为砍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语气和态度要帮温和 车是店里的不是销售的 销售只付得卖而已 饭要一口口的吃 价也要一点一点的砍 这才是能谈成的重要前提条件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 CS店和厂家不是上下级关系 而是一种合作关系 为了提供全面的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 这就意味着厂商的指导价仅仅仅是指导价而已 不然著名的顺口6 8折报 7折服务 凯迪拉克 5折5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需要将一台车从CS店开走 需要交5币费用 车价 购置税 上台税 保险税 车团税 我们口中的砍价除了只车价以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挣品 但砍价也不能乱砍对吧 上来一句 我是学生 车的利润率不高 但是也不代表它的价格完全透明 我们去买车 接触到的车价分为两种 一种是销售员价格 一种是经理价格 拿到经理价的前提是 超过了销售员的价格全线范围 需要经理出面签字 但是问题又来了 如何才能找到接近经理底价的价格呢 总不能打电话去CS店问吧 所以就只能看车主的成交价 价格越低 就说明越接近最高的地价 但是咱们上哪去找车主的成交价呢 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也非常麻烦 网上会有很多的报价软件 比如汽车报价 不是广告啊 虽然这类软件可以查询到 你所在地区的最低成交价 但是你必须提供你的手机号 给至少一家CS店 才可以查询车主的成交价 这就意味着 会不停的有销售给你打电话 这也是代价了 为了给大家做这期视频 我挣的时间天天都可以接到销售的电话 希望大家给个三连安慰我一下 如我们现在就可以来验证一下 江湖传言5周5的凯迪拉克 到底是不是真的 在杭州22款CT628T豪华型 厂家指导价42.97万 最近成交价28.34万 算是65折 但也差不太多 22款CT528T豪华型 折扣相对就低了很多 厂家指导价29.47万 最近最低成交价22.49万 只有76折 CT6的价格应该是和新车上市有关 需要说一点的就是 其实是同一车型 在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的成交价 大概率不一样的 比如同样是22款CT628T豪华型 全国范围内近期最低的成交价就是26.1万 但是这个还是大家以自己的实际情况为准 因为影响车辆价格的因素有很多 首先就是厂家将车辆发往CS店的运输费 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 顾车需求 或者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补贴等等 不同地区车价不同 新能源就是最好的例子 北方因为地区原因 大概率会比南方低上一些 就拿阿尔款和DMI121公里尊荣型来说 杭州的近期最低成交价是21.18万 北京近期最低成交价是20.28万 全国近期最低成交价甚至做到了16.75万 政府补贴方面 新能源免购置税政策得到了延续 所以今年买新能源车型就不用交购置税 要强调的是 政策里指的新能源车型是纯电动汽车 插电是混合动力汽车 燃油电池汽车 混合动力和燃油车一样是要交购置税的 再比如杭州最近就发布了1000万的购车补贴 每个地区的规格不一样 杭州准备买车的小伙伴可以看一看 去调查这些 除了可以省钱以外 还可以防止CS店将国家补贴说成自己的优惠 要是遇到这种 这家CS店也可以直接拉入黑名单了 知道了地区底价 也不代表该地区的所有CS店都可以拿到这个价格 首先每个CS店的定价策略肯定不一样 带着对于厂家来说 CS店也还是他们的销售 干过销售的朋友肯定知道 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绩效考和标准 最简单的就是达成一定销量就可以拿到奖金 在月末季末年末的时候 CS店或者销售一看 具体奖金还有些距离 为了充销量 那自然会为销量放放水 卖车少赚一点和绩效大奖金 这个取舍还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销量高的CS店或者销售 拿到了厂家优惠也好 板地也好 奖金也好 那肯定也是更多的 他们的可溢价区间 虽然也是要相对大一些 但是消贯只能代表销量高 不代表其他的 毕竟除了价格 服务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服务又和价格息息相关 除了遇到合适的CS店以及销售外 另外就是买车的时机也很重要 如果你非常的追求性价比 那就直接选择换贷的时候 因为老款不降价 那就肯定卖不出去 你要说你是买新不买旧的人 那么在新款上市前的前几个月 也基本不用考虑 供求关系嘛 产量没上来之前 那肯定是价高者得 当然你要是真的喜欢 并且预算充足 那就随意 最后怎么选 还是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 在正式进入CS店之前 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内心 设置两个价格 最高理想价和最低理想价 最高理想价 我的建议是 就用报价软件中 当前地区的最高成交价 最低理想价 就是当前地区的最低成交价 选CS店的时候 低价一定不能选自己的异象店 因为这家店对你来说 就是一个熟悉流程 很拿到配置单 方便后续CS店砍价的 为什么说一定要拿到这个配置单呢 首先它上面写出了报价 正体费用名气 在合适的时候也是可以作为砍价手段的 毕竟你对销售说 我在哪里哪里也谈了 给到一个什么什么价格 口说无品对吧 你拿配置单给他看 第二既然你都拿到了配置单 说明你真的是准备买车的客户 但是在谁那里买还不知道 无论是哪家世界店都会去争取你 也会将店里的优费和活动告诉你 来拿下这单 然后虽说叫做砍价 但是除了车价以外的东西也是可以谈的 赠品保养 附赠的选装件等等都是可以谈 不过这些东西最好还是在确定车价以后去谈 因为车价是车价 赠品是赠品 这两个东西不要搞混了 店里要是说没有车价优惠 只有赠品 这个时候就需要注意了 虽然是赠品没错 但是羊毛住在羊身上 而且赠品也是CS店和厂家常用于抵御砍价的手段 毕竟厂家官宣降价 会得罪之前的车主 并竟类似的车主维权数件也不少 但是我还是想引用马斯特说过的话 当价格下跌时 那些已经购买的人希望价格更低 但如果价格上涨 那些已经购买的人就不想给厂家写支票 而且CS店里赠品的价格肯定都是虚高的 尽量优先选择将赠品换成一定数量的现金优惠 实在不行 比较优先选择有用的赠品 我这里就简单列一个表 具体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这期视频 因为赠品高型商叫做赠品 低型商就是强制购买性价比很低的产品 然后像是优惠券一类的赠品也是要非常慎重 因为这些东西的规则都是CS店定的 所以一定要问清楚什么时候用 怎么用在哪用 这个东西不要听销售口头上说 最好是最后落进合同里 并且在要这类优惠券权益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比如你离这家CS店很远 开车过来要一到两个小时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考虑一下 这些券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划算了 毕竟时间也是成本 在谈判的时候肯定也是没有那么的顺畅 我们先需要确保自己不会说错话 我只来过你这家店 给我介绍一下车型配置 这种潜台词就是我不太懂车的话 肯定是不能说的 再者就是销售员回避砍价 或者拒绝砍价的情况 才是我们经常遇到的 这里我也简单讲一下如何破局 我们需要先确定报的价格是合理的 当地最低成交价20万 然后你想谈到19.5万对吧 这个人家肯定没法同意 如果对方回避价格 更换话题避免讨论价格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坚定自己的立场 主动将话题引回来 毕竟这对我们来说才是重点 或者给我们营造提簇感 比如现实约会热门车型 公布应求等等来迷惑我们 让我们没有时间考虑快速的做出决策 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冷静 不要被压力影响决策 在排除自己没有问题之后 第一种拿出我们刚刚说到的 别的CS店的配置单 让销售知道你是真的打算买车的 而不是随便问问 这个时候销售多半也会拿出些诚意来 第二种这个价格销售说超过了他的权力范围 需要和领导商量 这个时候你就直接说 那让领导出来谈 第三种就是说你要去别的地方看看 要么成会给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妥协 要么真的就是无法给出一个合适的价格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这里也祝愿大家以合适的价格买到合适的车型 不要忘了领取典份万字手册 如果我觉得本期视频有用的话 也可以将其转发给需要买车的朋友 你的关注和单点就是我们更新的动物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你好这里是三驱兄弟 本期视频为你带来2023年 十至十万家为高性价比汽车推荐 掩盖轿车SUV新的原车型 我将告诉你每款车型的优势和推荐理由 同时不同于以往的汽车推荐 这次我花了大量功夫 将每款车的车主投诉理由 做了一个收集和归纳 并将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投诉理由 整理出来告诉你 我相信这才是最真实的车主用车体验 最具参考性 也最能帮助真正想要买车的消费者 透彻的了解一款车的优缺点 所以这次真的很累 工作量简直爆炸 如果本地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务必关注和三连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如果数据好 我也会把这个系列继续做下去 好 废话好说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最近买车最推荐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东风旗下的各款车型 有没有自己感兴趣 最近东风连车湖北政府 开出了一项现实大降价活动 武汉的赛斯店已经起爆了 不少人连夜跑过去订车的 这次降价是真的诚意满满 车机到东风旗下 58款车型 最高降价可达9万之多 有万人调侃20万的东风缺点 全是缺点 没买车之规 但12万的CU 只要价格到位 全是优点 这里我也提醒一下大家 这次降价也并不是只降 而是以股协的方式 间接降价 然后政府会在15到90天内 股协的误会经常返还到银行账户场 比如买了绝铁龙C6 就要先交5000元定金 等车到了之后 再交23万全款 等全款打完后 倡家先返还4.5万 为政府在三个月内返还4.5万 这样落地加保险 价格大概在14万左右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关东风 我们开始正式的推荐 排名不分先后 叫车里首先推荐明觉6 这是上汽旗下的一款轿车 搭着1.5T涡轮增压放动机 具有较好的动力表现 同时还配备了像自适议巡航 车道偏离预警 等多种先进的加速补助和安全系统 目前发车的五款车行李 车道价从10.38到13.98万不等 具体却哪款就算自己的预算和需求了 然后差不多是百公里6.2个油 但明觉6性价比很高 但也有一些缺点需要注意 有车主反馈 明觉6在高速行程时 轮胎开到比较明显 甚至说非常刺耳 这个可能是原厂胎搭配的不好的问题 可以通过换来解决 如果明觉6的后排空间比较紧凑 家庭使用的话不够舒适 后排像容积相比于同锦车来说 脸6也不足 在车主投诉旅游中 也有过分车主反馈 明觉6变速容易出现故障 要近期检查下照 白色车机版的明觉6 可能会出现车机脱落玻璃的现象 当然以上问题 不代表所有车主都会遇到 也不代表这款车整体质量有问题 博主只是将其中呈现的投诉旅游 看出现多少做了个排序 整理出来告诉大家而已 因此大家在买这款车前 可以多了解一下情况 找靠谱自行销商购买 第二 广汽传奇引爆 主机2023款G20 智能混动版指导价在14.8万 其他车型的指导价 都在12到13万左右 这款车采用流线型的外观设计 车身造型十分运动 但缺点是引爆的轴距 只有2736毫米 车内空间相对较小 坐在后排 腿部空间就比较局促 底盘调校虽说相对硬朗 操作表现不错 但舒适性有所欠缺 也不是适合家庭场景使用的车 引爆有着还不错的配置 但类似做工车都比较一般 根据车主投诉旅游反馈 引爆的发动机再代步时 可能会出现走动不稳定的现象 平常滋冷效果比较差 需要调高风度才能达到效果 由于底盘调校偏近 停止使底盘造成较大 尤其是在不平路面时 会有明显的异性 第三 台湾异动推荐其中的 BUS蓝金1.4T旗舰版 这几款车型里最高配车型 指导价为10.39万 基本干游的配置都有了 性价比很高 但需要注意异动的后排空间较小 图空间也比较局促 作为家庭用车不够舒适 根据车主投诉反馈 台湾异动的发动机噪音相对较大 而且刹车磨损比较快 需要注意刹车片和刹车盘的及时更换 隔音效果也比较一般 大家在狂飙时可能会有较大的噪音 影响价值体验 最后异动的变速箱故障率较高 需要注意变速箱的使用和保养 第四 大众速腾 一款很经典的车型了 用的是麦布逊式独立悬挂 车身稳定性和操纵性能不错 安全配置方面提供自身于形状 前后造车雷达 主动刹车辅助系统整 拖擅辅动被动安全功能 这款较为可靠的车型 但缺点就是 速腾的维修保养和零部件价格相对较高 购买前最好对维修费用有个大事的了解 根据速腾车主的投诉 大众速腾的部分车型存在电池箱故障的问题 例如起步会有异响 甚至会出现跨不上挡的情况 速腾的车身较重 加上底盘弹是比较硬 在行驶时会有较大的噪音 而且由于车身底部比较低 即使在较为齐齐的路面时 容易发生刮速的控装 这份车主也反馈 速腾的电路容易出现问题 例如导航系统故障 1秒盘显示不准 空调制冷效果比较差 所以在购买前 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线下试驾 觉得适合在入口 第五 敏特03 目前有21款载手车型 知道价格是2.69到25.68万不等 这里我就只列出 10至15万大致范围内的车型 03外观 喜好的人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又觉得非常讨厌 看自己喜好吧 03的安全配置很丰富 由ACC自信于巡航 它一致自动紧急制动 要可以车道保持组组 在车前 缺点的话 后排空间比较小 腿部空间比较局势 这身外观采用了一些 逆索滑上的材质 其实是需要额外注意 尽量不擦碰 部分车主反馈 已经参加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 经常会产生异味 需要进行及时清理 和多快空调御心 因为车主的爱车 出现过内饰松动 或者脱落的情况 需要及时检查和注意 当然这并不怪领车 是一款非常好的车 博主自己是非常喜欢的 第六 别克威朗 这是通用和上汽 合资生产的中型轿车 类似采用高品质材料 工艺精细 豪化感比较强 这也是大部分合资车的特点 缺点是跟同级别车型相比 油耗会比较高 所以经常常途出行 或者每天用车的观众 油费口不便宜 虽然威朗的外观比较大气 但后排空间是比较小的 比较拥挤 威朗的后排章设计很不实用 进出口会比较小 二 放置一些大件物品挺不方便的 根据车主的投诉反馈 别克威朗的车身漆面比较柔软 容易被小石子 柱织等物体划伤 部分威朗车型前旋挂 容易出现松动异响等问题 需要车主立即检查 以免出现安全隐患 第七 日产轩映 但那妈自然不用多说 凭借极高的性价比 获得市场广泛关注 这款车目前也出了 电驱版本的秘密推荐 日产轩映的空间相对较大 搭载了许多实用的配置和科技配置 确认的话 虽然采用较轻的车身材料 虽然可以减少油耗 但对车辆噁心性和相似性 也一定影响 豪雅非用相对欧系车来说 会相对高一些 当然这本身就是日系车的通病 根据车主投诉反馈 发动机涡轮增压器 容易出现问题 导致动力不足 油耗增加等问题 因此在购买二手车时 可以注意多检查一下发动机状况 购车前还可以检查一下 与刮器是否能正常工作 一般而言 实质数万车型里 而且合资车的销量更好 人也很简单 大部分人目前都会觉得 合资车的质量会更可靠 且具有更高的保值率 卖车换车时 会比国产车多卖一些钱 根据2022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 合资车三年保值率为50.5% 自助品牌则为46.5% 虽然只是几个点 但换算到总价 也确实是不少钱 尤其是合资车里保值率最高的 思绿 往往卖二组 就比同时期的同级别国产车 多买两万块 SUV里推荐其锐日虎花 外观线条简洁流畅 具有时尚感 这款车的车型都比较实用 性价比都不错 总的哪款就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求和预访 缺点是这款车的内设 采用了很多软塑料材质 质感很差 缺乏豪华感 空间布局比较奇特 中共台和车门设计不够合理 后排座椅则缺乏支撑力 长时间乘坐体验比较差 日虎巴的油耗也很高 百公里8到8.5个油 保养费也不便宜 买之前各位观众可以提前了解一下 根据车主的投诉反 为了日虎巴的车门和车底 密封性不够好 行驶过程中会有比较明显的 风噪和路噪 当里和变速箱反应速度比较慢 半挡不够平顺 特别是低速行驶时 有时会出现顿挫的情况 行车雷达也不够灵明 可能出现误报的情况 第二 长安CS2 Plus 给三驱兄弟一个三连 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 这款车作为长安旗下 中型家用SUV车型 具有宽敞的内部空间 和不错的安全性能 这款车也是哈佛H6的老对手了 但可惜这款车的后备空间 虽然看似很大 但座椅却很短 坐久如一类 百公里油耗很高 1.5T平均油耗也在9-10个油 就别提2.0T的版本了 这款车的倒车领向比较模糊 停车辅助也不够智能 虽然是7W Plus的保养价格 虽然说比较实惠 但一些易损金的价格却比较高 后期更换价格比较昂贵 所以说这些都不是罪名的问题 但在购买前 各位观众还是可以留心的 第三 哈佛H6 几乎是SUV销量排行榜里的老大哥 空间大 后备箱空间也大 颜值还相当不错 也提供非常多的配置车型选择 可以满足绝大部分消费者的需求 唯一的缺点可能是油耗比较高 百贵油耗在6到10个油区间范围内 第四 本田XV 这是一款合资车型 采用了HONDA全新家族设计语言 虽然说内饰比较简单 但配置却很丰富 金色夜景显示屏 造车影像 进度巡航 高位车型 配备全品天窗 通级座椅 一样是启动的配置 目前提供了三种配置可控选择 建议而有牙配上最高配的CVT热爱版 这款车的缺点主要是 加速性能比较慢 在满载或爬坡 都有一些吃力 而同级别既品相比 性价比也略微一些 后面调出反馈 这款车在停止过程中 会出现悬架的情况 可能是悬架部件 冲动或者无尊重 就需要及时检查修理 例如卡罗拉瑞芳 风田和一气 合资生产的景色SV车型 配备来要一一大灯 和阴眼日间停车灯 性能可靠 油耗表现也不错 百公里六个油左右 配备车道偏离预警 自适应巡航 盲区监测等安全配置 但需要注意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 可能比较小 后排不适合长度乘坐 可选的车型配置比较少 很难满足一些 对配置要求比较高的消费者 第六日产萧克 这款车今年本身 会有个大换代 把外观和内饰 都做了重新设计 车身尺寸方面 相比现款车型 轴距增加了19毫米 当然为了避免 新一代车型成为 齐骏2.0 特意换上一台 4缸1.3T乌轮增压发动机 但奔驰A级 奔驰G2B上的用的是同款 真不知道是 销客还是BBA丢了面子 不过在发动机的 动力差异上略有调整 老款日产销客 仅配着很推荐的购买的车型 配置相当丰富 但可惜超过了 15万的预算范围 但15万价格断内 选择国产 还是合资车 是一个很让人犹豫的问题 15万价位只有国产车 才能买到2.0T的车子 华力可以超过200匹 而10-15万的新能源车型 则是更内卷 通常搭载L2级别的自动驾驶 全景天窗 还都显示 续航费达到400公里 那10-15万是否推荐购买 全电车型呢 其实博主是不建议的 除非是家里第二台车 购车使用场景 无论考虑长途高速需求 如果希望可以做到均粉的话 我也很推荐混动车型 在10-15万价位 比亚迪DMI简直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因为最新上市的比亚迪 琴PLUS DMI 冠军版售价 可以做到10万元以内 这或许将可能彻底 颠覆A级燃油车的市场格局 市场也相当认可 上次才7天的时候 订单量就超过3万单了 如果你没有明确的买车计划 愿意多等等 那就可以考虑新版的琴PLUS 这次赶返车型里 博主推荐售价是4.58万的 120公里卓越新 提供了很多越机配置 包括主动刹车 车道区中 不动博车等 以及给副驾驶 增加的电动座椅 性价值真的超高了 第二推荐比亚迪海存 1300全电平台 这一款很适合代步的小车 比较零水平台 基本可以做到 每10度间可以跑100公里 即使是在冬季 也有300公里的续航 合计小缺点也比较多 不少车主都表示 尺度超过60时 风噪和胎噪就会比较明显 风配工艺也有很大 需要改善的空间 一些地方会有不平整的毛刺 这旋转屏幕比较反人类 旋转时容易割到手 也不会主动停止或回弹 目前不知道有没有完善 有车主反馈 360度全景影像的前后摄像头 不都不清晰 尤其是在雨天时 更为糟糕 接近瘫痪 A柱在左短弯时 还会遮挡视线 第三哪吒U 这款车在同价位里 基本是配置最高的 足足一个性价比 那时给你配三块大拼 但缺点是 A柱也会严重遮挡视线 好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让你选装个透明A柱 但价格却很美丽 要你一万二 不知道的以为 我这是在选费保而叠 哪吒比较难的一点 是这家车企 一直在沉合非常大的亏损 早的投资人周红一 都选择废群了 如果车企后面 未必能活下去 那之前承诺的权益 以及保足率 都会有较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价位 可以推荐的车型 真的太多了 真的是神仙打架 咱们视频时常有限 很多车型 其实都没有说到 所以我这里也 抛转隐喻 欢迎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购车经验 和性价比好车推荐 有观众看到这里 可能会问 实质数外呢 新年车型里 有合资车可以选吗 实质是有的 大众ID3 但并不是太推荐 当然在大众的调教下 这款车开起来 和油车很接近 质量做工也很不错 但缺点也非常多 没有是连按键 连空调按键 都集成到了车机里 车机非常拉扩 我们粉车群车 有经常吐槽 15万基本也只能买到 其最低配 没有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跟座椅的座椅 造成影像 相比总价位 其他车型 配置真的看不过去 就是总结归纳 这个价位里 博主最推荐的 依然是琴发CMI 反正是没有车口费的 但工作下来 确实性价比 使命力都非常的好 具备教堂的技能优势 这样博主自己也感到骄傲 有一天比亚吉 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最后客观地说 实质数外援价位 你真的很难买到 一辆各方面都均衡的小车 要么是动力有所不足 要么是配置比较简约 博主今天的动作 也是基于个人感受的 主观推荐 当然也下了很多功夫 找找资料和对比 尤其是贵纳车主 博主理由 是真的花了很多时间的 做博主认为 买车一定要根据 自己的使用 场景和助手来挑选 花钱花在刀刃上 下的功夫越深 购买的车型便越合适 这才是性价比的表现 也是本期视频的宗旨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就我给一键三连吧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本期视频收藏超过5000 我会在一个月内更新 15至20万元价位 性价比汽车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